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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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争论 我们没有时间把它做很清楚的交代 那么我会把它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一个概括的一个情况 就是有关圣灵的这一件事 大部分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领域 就是有一个部分 是非常追求圣灵的恩典 追求圣灵的充满 那么一般我们会把它称作 这个叫做联恩派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很传统的 比较保守的 那么这些教会 他们在有关圣灵的真理的这个方面 当然没有问题 是很扎实的 可是对于怎么样去领受圣灵的恩典 圣灵充满的这一块 是比较保守的 或者是比较有点排斥的 当然就感谢主 这个一二十年来 有很多的教会 在比较传统的这个方面 慢慢地对圣灵有一些的开放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 被认为是领恩派的这些的教会 那么他们也做了一些的修正 过去他们有一些的主张 是属于比较极端的 那么这个两方面的论证 过去是吵得很厉害 而且彼此针锋相对 那么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我也听过很多的人的论述 站在两边不同的角度 不过我到最后发现 大部分 不能说全部 但是很多都是情绪性的 也就是说 到最后这件事 其实大家并不是那么理性的 好好的 真的是从真理里面来探导 一般来说 通常他已经站在一个立场了 那么他去解释圣经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圣经 按照这个立场 去寻找圣经的根据 这个当然再怎么讲 两方面都不可能服对方 但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毕竟这个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的 我们要怎么领受 我们要怎么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 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严肃 面对的课题 那么从我的观察里面 我发现 其实传统的教会是比较吃亏的 为什么比较吃亏呢 因为当你在圣灵的这个恩典 这个部分 如果你比较保守 你比较防卫或者是排斥的话 那么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就是失去了这个恩典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 如果他是在一个传统的教会里面受洗 这个教会的教导是这样 这个教会的整个的文化 就是一个跟圣灵不亲的文化 因为你所有的问题就是 结果是怎样 因为你想 在这些传统的教会里面 那么请了很多的人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一定还是会站在这个立场讲 这样大家了解吗 可是这个立场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有的教导都有一个对象性的问题 教导的本身 讲对的话 但是如果你对不对的人讲 也是不对 好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今天 我的孩子不喜欢读书 那么我来跟我的孩子说 你要好好读书 这样对不对 对 你要很认真的读书 这样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 他读书 读到身体都快要垮了 读到都不睡觉了 读到都不吃饭了 那我是不是可能想说 你要给我好好认真读书 对不对 就不对了 所以好好地认真读书 这一段话是对的 可是如果我对一个不恰当的人来讲 这句话可能就不对 那么如果 我对这个孩子说 读书是很重要的 可是身体还是根本 你要先照顾好身体 还有后面的嘛 对不对 我是不是要这样教他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话来教一个 根本就不想读书的人 那正好 郑重下怀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对一个传统的教会来讲 他应该接受的教导是什么 是对圣灵更开放 更敞开 他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 所以我们不要 不是说你以为你讲的话对的 就乱讲 通通叫做对 那可不一定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 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到底圣灵的恩典是什么 我想我要先跟大家谈到的是 有关圣灵的应许是什么 那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读两段的圣经 好 我们现在看旧约 约尔书第二章 28到32节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象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在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奇事 有血有火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明的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 在西安山耶和苏沙冷必有逃脱的人 在盛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 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 在旧约有关圣灵要降临这件事 已经早有预言 那么在旧约里面 凡是旧约预言的事情 到新约就必要应验 所以有一些已经应验了 那么有一些关乎末世的 现在还没有应验 但是一定会应验 那么有关这个圣灵 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那么这个是在旧约就预言的 那为什么旧约要预言呢 为什么要旧约的预言 在新约来应验呢 这表示上帝要做这件事 重要不重要 重要啊 比如说旧约预言 耶稣基督要降生 有没有这些预言 耶稣基督要被钉死自驾 有没有预言 所以这些事都在旧约已经预言 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是上帝一贯的心意 这是在上帝的命定 在祂的规划里面 必然要发生的事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一段的预言 一直到新约的时候 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再来读这段的经文 来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你们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好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 是耶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钉十字架之前 他先跟这些门徒们有一段的话 他告诉这些门徒说 我会离开你们 我会回到天上 然后我会为你们预备地方 然后门徒一听到耶稣要离开了 就慌了 为什么 因为跟着耶稣三连拜 有困难就问耶稣 有危难就有耶稣可以靠 你还记得吗 他们在船上 哇 大风浪 快要淹死了 耶稣在船上就喝令 风和雨停洗了 那么他们看到说 这个耶稣是神 这个耶稣很有能力 是可值得我们依靠 那现在耶稣 我们的老师要离开了 要回到天上 那我们可怎么好呢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没有关系 我离开了 我会求父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然后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说 我不会让你们成为孤儿 为什么不会成为孤儿 因为孤儿就是无依无靠 那你们现在靠 我人在这里 你们有得靠 那现在我离开了 你们怕没得靠 没有关系 我现在换一位 圣灵保慧师来 那么你们就可以靠他 所以有一点点像什么 他说 我若不去 他就不来 所以耶稣跟圣灵换班 我若不去 他就不来 可是你知道吗 耶稣那个时候是一个肉身 所以他是受时空的限制 对不对 你在耶路撒冷跟他讲话 你就不能在加利利跟他讲话 所以耶稣去了 圣灵来了 对所有的门徒来讲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恩典 就是他是随时与我们同在 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种同在 是一个真正神所应许我们的同在 然后我们再看 在约翰20章 他后面有提到什么 他有提到说 他复活以后 他死里复活以后 看门徒的时候 他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对不对 然后说 你们受圣灵 所以你们受圣灵 所以他们有没有 有 那么这一段 其实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过后来我们从 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 这个经文给我们做了注解 来 我们读这一段 来 你们定经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既然信他 就受了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个地方也提到圣灵 但是这个地方所提到的圣灵 是这一位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 那么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有什么条件呢 他说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所以这个圣灵住到你的里面 这一件事 是自动成就的 就是说你信了以后 你不需要带着身份证来教会 再办一个手续 然后圣灵就住到你的里面 不需要 只要你信 圣灵就进来了 我在想 大概就是你在幸福小组 写那个受洗申请书的时候 圣灵就住进来了 那为什么圣灵住进来呢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得救的凭据 是什么 是圣灵作为什么 印记 也就是说 当你得救了 你信的那个时刻 圣灵住到你的里面来了 然后在你的里面盖了一个章 这个章代表什么 你是上帝的儿女 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这个叫做得救的凭据 那我就要问你们了 所以你们信的时候 你们有感觉到圣灵 跑进来吗 有没有 你们没有 所以是无感了 我告诉你 无感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讲的叫做得救的凭据 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不知道 但是上帝知道 所以你得救这件事 是上帝知道 也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上帝把你这个生命 把你的名字列到生命册里面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得救的凭据 是你信的时候 圣灵就住到你的里面来 就盖了一个章 好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 是另外一个 那究竟什么叫做圣灵的喜 圣灵的喜 我们要来看一段的圣经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四节跟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来 耶稣和他的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喜 请你们注意这一段的圣经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一段的圣经是 耶稣要升天之前 他跟门徒讲了一段话 原来他跟门徒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对不对 那么所以他现在要升天了 他应该是告诉他的门徒说 我升天完了以后 你们可不要给我跑去乱度假 你们也不要懒惰 你们要赶快做什么事 万民做我的门徒 赶快去传福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讲 耶稣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父所应许的 那么什么是父所应许的 父所应许的 后面他就注解了 他说 就是什么 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就讲到施洗约翰 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是不多几日 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 所以 耶稣讲得很清楚 不多几日 所以是什么时候 其实就是后面 使徒行传第二章 圣灵就大大降临了 那个叫做不多几日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书 叫做父所应许的 旧约约翰书的预言 就是耶稣所讲的父所应许的 父所应许的 就是应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圣灵降临的那一件事 叫做父所应许的 所以这段话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 刚刚我们读一幅所说第一章 他说你们既然信他 然后圣灵就会自动住到你的里面来 所以现在耶稣这些门徒 他们里面有没有圣灵 有 因为他们已经信了 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他们知不知道这是另外一回事 按照圣经所启示的 耶稣的这些门徒 里面已经有圣灵住到他的里面去了 对不对 可是耶稣现在却要让他们 这些已经有圣灵住到他们里面的人 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你们要等候 父所应许的 就是圣灵的洗 所以住到你里面的圣灵的这一件事 跟他们要受圣灵的洗 是不是两回事 这样你明白了吧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 我们从耶稣所讲的话 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 这个是应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一节跟第四节 那么这一个经文的应验 跟内住的圣灵是不一样的 所以内住的圣灵是很重要 因为那是你们得救的凭据 那是圣灵在你们的身上盖了一个印 这个得救不得救 这个很重要 但是得救了 从耶稣的逻辑里面 你还得受圣灵的洗 这是两回事 好来 我们读这段的圣经来 好 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就告诉我们 这个所谓的圣灵的洗 就是圣灵降临下来的 但你看这个圣灵降临下来以后 发生什么事 就是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 所以大风吹过 不是微风徐来 有什么不同 强烈 就是感受 这个就是有感受 你可以强烈感受到大风来了 然后呢 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们就讲起方言来了 所以这件事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外显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约尔书里面 所讲的那个旧约的预言 他说 我的在末后的日子 我的灵要浇灌 所以浇灌是什么意思 浇灌其实你有没有画面 那个下大雨的时候有没有 那个就好像浇灌一样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动词的用法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 那个浇灌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感受 他不是来无影去无中的 不是这种的 是一种强烈 让你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受 就是这些人 他们领受了以后 从圣经看 因为旁边的人就觉得说 你们怎么好像喝醉酒一样 因为他们大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大概就站立不住了 就飘啊飘这样子 所以旁边的人说 你们是不是就喝醉酒了 然后你就发现 下一段的经文说 彼得就站立起来 好 彼得跟十一个神就站立起来 其实是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讲话 是 那么只有彼得一个人讲话 为什么其他十一个人 也要一起站立起来呢 是不是坐久了腿会麻呢 不是 因为这十一个人跟彼得 他们凑起来刚好代表什么 代表耶稣前选的十二个门徒 所以他们站立起来 站立起来高声说 这个叫做什么 宣告 就是他们一个正式的宣告 因为这十二个人站起来 他说什么话 他说他在宣告什么 他说我们不是罪的 我们是什么 我们这是在 刚刚是在应验 旧约 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 这是先知约尔所说的 我们刚刚所经历的是什么 就是上帝在旧约约尔书所预言的 刚刚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旧约预言什么 他说在幕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烦流血气的 所以你们的尔书所预言 你们少年 你们脑内人发生什么事 然后呢 他就说什么 来 我们再看后面那段话 后面那段话说什么 这都在什么 发生这么很明显的事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什么叫做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其实讲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意思 好 请你注意 他说我们这十二个人 一起起来宣告 从现在开始 他说旧约预言就末后的日子 现在开始 一直到末世的这一段时间 就叫做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圣灵现在浇灌下来 他们宣告 一个圣灵工作的时代 正式开始 那么这个圣灵工作的时代 正式开始 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事 他说在这一段时间 就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就是这一段的时间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这个叫做末后的时间 而这个末后的时间 末世就是圣灵工作时代 在现在十二个时头 正式鸣枪起跑 所以他在告诉我们 为什么这个预言是很重要 因为他在宣告 一个圣灵工作时代的开始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 你再去读使徒行传 他就讲得很清楚 比方说 在这个当中 他们很多时候被圣灵充满 在传福音 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 然后你看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他记载保罗 跟他教会的这些同工 在祷告的时候 那么圣灵就跟他们讲话 圣灵说 你们要为我主一个布道团 开始去传福音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旧约约尔斯预言的 然后来到 使徒行传第一章 耶稣也预言 而耶稣预言说 不多几日 然后这个预言 应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所以这一件事情 从预言到 耶稣亲口在证实 到最后应验在 门徒的身上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件事情 在上帝的心目中 是多么重要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那么这个圣灵的降临 到底对我们 会有什么影响 你看门徒就知道 刚刚说 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半 他们听到的是 第一手的教训 对不对 耶稣就亲口向他们讲话 他们有问题 不需要等到 我们晚上回去才祷告 当场就可以问耶稣 主啊这个是怎么样 可是你知道 他们就算接受 第一手的这种教导 耶稣讲的话 他们懂不懂 他们常常说 主啊你这个话 甚难 谁能听懂呢 他们有没有软弱 有没有 有 门徒之间会不会吵架 会不会争权夺利呢 什么事情都发生了 这就很奇怪 耶稣第一手 全世界人口这么多 也不过挑十二个 搞了一个来出卖他的 另外十一个 也不怎么像样 可是很奇怪 当圣灵这个时候充满下来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圣灵的喜 这是耶稣讲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要经历圣灵的喜 当他们经历这个圣灵的喜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些门徒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现在开始 这段话讲完了以后 彼得马上讲一篇道 然后当场人很多 他们三千个人就决志信主 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成立了 然后这些门徒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 他们开始去传福音 就充满了圣灵的能力 就充满了上帝的能力 他们一宣告神的福音 很多的人就相信 很多的人就进到教会 所以你就看到圣灵降临这件事 圣灵的喜这件事 对教会也好 对每一个门徒也好 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什么叫做圣灵的喜 圣灵的喜简单的说 当他用喜的这个字的时候 其实讲的都是第一次的经历 就是原来 他们 耶稣跟他们讲 我走了 圣灵就会来了 其实他们懂不懂 其实他们不是很了解 对他们来说 圣灵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可是 当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一段 圣灵降临了 像大风吹进来 像火焰一样 就是一种很明显的 刚刚我们读语尔书 日头又怎样 太阳又怎样 他讲了很多都是讲什么 讲一些很明显 具体的一个现象 所以当圣灵的喜 是指着一个圣灵的工作 在你的身上 一种很明显的工作 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工作 就是在告诉我们 现在圣灵不是一个概念 当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有感 本来这个概念 对不对 现在是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上 就是真的 圣灵真的存在 因为它已经充满在我的身上 就表示它真的存在 而且它在你的身上 有一个明显的工作 不管是让你领受方言 或者是让你大哭大叫 反正有一个很明显的作为在你的身上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这位圣灵是真的 所以我为它做了一个形容就是 这个叫做圣灵位格化的经历 什么叫做位格化的经历 就是原来我们不知道圣灵是什么 它只是一个概念 可是当圣灵的喜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它就变成又真又活的神了 那么这个位格化的经历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的圣灵会向你说话 圣灵会向你说话 那么请问你 你可以不可以向圣灵说话 所以你可以跟天父祷告 你可以跟主耶稣基督祷告 你可以不可以跟主圣灵祷告 可以 它是位格化了 它不是个力量 它不是个抽象的概念 它是让你有感的 它是让你具体的领受到它的存在 而且是位格化的存在 这个就是圣灵的喜最重要的意义 而这个圣灵的喜 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也会让我们有力量 所以这个力量 就是会带来我们整个生命完全的改变 这个力量会让我们充满了神的同在 所以圣灵与你们同在 不单单是一个内住到你的里面 成为一个得救的证据 不是在你的里面盖了一个章 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上 给你一个圣灵的喜 让你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 这种跟圣灵的一种互动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 门徒就领受了 他就知道圣灵与他们同在 因为这是一个圣灵工作时代的开始 他们需要领受圣灵的能力 成为他们生命的能力 成为他们服侍的能力 那么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 所以圣灵充满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一方面 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 圣灵的喜是指着第一次的经历 所以你如果第一次经历圣灵的充满 这个叫做圣灵的喜 那第二次 第三次 第二次 就不叫做圣灵的喜了 那你已经成为你跟圣灵之间 一种惯常性的关系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 如果今天我们很传统 很保守 我们对圣灵有所保留 那我们就跟圣灵就不亲了 你跟上帝不亲 你知道你吃亏吃多大吗 你跟银行不亲就借不到钱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圣灵要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为什么要成为我们的力量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有关圣灵的充满 就是第一个 有一个外显的现象 所以当圣灵充满我们的身上 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喜 一定会有一些现象 可是这些现象 我刚刚说 为什么有一些灵恩派的这些聚会 有一部分 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诟病 就是他们有时候追求的就是一直在追求这些表象 你的现象是什么样 有没有这个现象 这个就是很奇怪 追求圣灵 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是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一个外显现象 所以当圣灵充满我们的 我们有可能 你受不了了 你大哭 甚至是大笑 或者是像刚刚使徒行传说的 你可能站立不住 各种现象都有可能 你可能倒地不起 也有可能 那是一个圣灵管制你的外显现象 但是我要强调的 那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表现 但是这个现象 不应该是我们去追求的目标 我们要去追求的目标是第二个 就是圣灵充满 是指着你这个人 是一种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模式 生活模式是什么 生活的模式就是 圣灵在你的身上 祂在管理你 祂不是一时 外显现象是一时的 那你常常外显现象 你常常被圣灵充满 可是被圣灵充满完了以后 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 那你的生命怎么能改变 就是你要从外显的现象 让你充满信心以后 你要变成内化 成为你的生活模式 好 这是什么意思 我用一个形容 你们就会比较容易明白 圣灵充满的生活模式 简单的说 就是圣灵在你的身上 股份有多少 股份是什么意思 就是好像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 如果有一个股东 他的股份占绝大部分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掌握主导权 所以这一家公司 要投资什么 要决策什么 要不要问一下大股东的意思 要不要 那大股东 大股东如果说不可以做 那能不能做 就不能做 所以 大股东就掌握了主导权 所以啊 圣灵充满 其实是在告诉你 圣灵在你的身上的股份 有多少 所以如果圣灵在你的身上 股份是百分之二十 那么圣灵可以不可以影响你 你叫做偏行几物 因为圣灵的股份 一点点 你可以不甩它 你仍然照你要做的去做 照你想的去做 所以圣灵在你的身上的股份少 你就不可能被圣灵管制 你的生活模式 就是偏行几路 放纵私欲的生活模式 可是 当圣灵在你的身上 股份占大部分的时候 你这个人 就会过一个被圣灵引导 被圣灵管制的生活 比方说 我很想骂人 我要问一下圣灵 圣灵这个可以骂吗 圣灵说 不行 那你就闭嘴 这个就是圣灵在你的身上 股份多的好处 就是圣灵在你的身上 股份多了 占绝大部分了 祂管理你的思想 祂管理你的行为 祂管理你整个的生活模式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 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当一个人 当我们说 我们在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追求什么 我们在追求的不是那些现象 你的生活模式 如果没有被管制的话 如果你的生活模式 不是因为圣灵是你的大股东 来做你的引导的工作 那么只是现在今天晚上充满 那个时候是你 圣灵是你的大股东 可是回家以后 你又变成你自己的大股东 那你还是回到你原来的模式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圣灵充满完了以后 人家更讨厌你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你并没有被圣灵管制跟引导 所以我要说 福气教会的弟兄姊妹 福气教会的门徒 我们所追求的灵恩 我们所追求的圣灵的工作 就是让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 让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 做我的大股东 当圣灵是你的大股东 他就引导 他就引导掌权你的生命 所以那你怎么能够让圣灵 变成你的大股东呢 圣灵如何成为你的大股东 第一个 你要跟圣灵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你要常常跟圣灵祷告 而且你要常常要问他的意思 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随从肉体的跟随从圣灵的 结果就不一样 什么叫做随从肉体 随从肉体就是 肉体的邪情私欲在引导你 他大股东 他在引导你 随从圣灵是什么 随从什么叫做随从 你知道吗 随从是不是有方向的问题 是 就是有方向的问题 随从就是选择道路的问题 当圣灵引导我的道路 我愿意听 这个叫做随从 我不愿意听 你就一定走另外一条路 那个就叫做肉体 所以追求圣灵充满 最重要的意义 是要让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 可是如果你从来不跟 不被圣灵充满 你从来不跟圣灵祷告 你从来不跟他往来 那么你怎么可能会被圣灵 在你的身上掌权 所以你看到一种现象 这个是我看到的 我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的瞳孔 我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的 这一些资深的基督徒 他们道理懂得很多 聚会也聚会三十几年 四十几年的 那你说他好不好 人好不好 人看起来不好人 那你说他敬畏上帝吗 看起来也应该是敬畏上帝 那你说他聚会 聚会他也很好 祷告也是行云流水 从来没有跳过针 可是他就不被圣灵充满 他不愿意追求圣灵 所以你就看到 这种基督徒 这种老基督徒 他的生命是一种 经的生命 你就可以看到他 这个信仰是用他的意志力 在成的 那就很辛苦了 那这样的人会不会很有自尊心 很有自卑心 还会不会很有尊严 会不会美美咖咖咖 会不会 很多 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被圣灵充满 当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它是一种流畅 你知道吗 那种生命是一种行云流水的生命 因为你不是靠你的意志力在成 是让圣灵的引导 让圣灵的掌权 在管理你的生命 这就是一个圣灵充满 最重要的意义 也是圣灵充满 所要带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圣灵 那么不单单祷告圣灵 你要让圣灵来向你说话 你要让圣灵来向你发令 就是这个圣灵 那你说没有啊 他说我祷告 但是圣灵都没有引导 我告诉各位 这不是说你从来不跟圣灵祷告 然后今天晚上你祷告了 圣灵就一定要随传随到 圣灵是你的主 所以是你听祂的 不是你跟圣灵发号施令 这个请你记得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跟圣灵有一个好的关系 你要敬畏祂 你要亲近祂 你要常常跟祂祷告 但是有一件最重要的 就是你 因为圣灵 常常会是向我们的心的讲话 所以你的心要预备好 你的心领受了 你就要顺服 圣灵的工作不是没有工作 圣灵的工作是因为 圣经在说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一句话表示 圣灵会不会感动你 会 不是圣灵没有感动你 是被你消灭了 那你消灭他一次 你消灭他两次 以后 你就没有感觉了 不是圣灵没有感动你 是你已经迟钝圣灵的感动了 因为你已经不在乎圣灵的感动 可是如果今天圣灵给你一个感动 祂提醒你 你敏锐了 你不做了 那这个叫做顺服 对不对 当你顺服圣灵以后 圣灵会不会越想感动你 这个感动的浓度会不会增加 你跟圣灵的关系就是这样来的 你越不听他的感动 你越不在乎他的感动 没事就要消灭他 那当然你跟圣灵的关系 就渐行渐远 可是当你愿意接受他的修正 你愿意因为他的感动 改变你的言行 那么圣灵的感动就会持续 圣灵的感动就会加温 然后你跟圣灵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 然后你越听他的话 他就越想跟你讲话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你就成为一个被圣灵感化 的一种生活模式就来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的生命是一个得胜 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一种享受 这个就是圣灵的恩典 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 好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到最后一个就是 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我要谈到的就是圣灵跟福音之间的关系 来我们读这段圣经来 刚刚开头的时候我跟大家讲 耶稣给我们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对不对 那么耶稣现在要升天了 祂为什么说你们不要 还不要先去传福音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父所应许的降临 接下来他就讲了这句话 为什么要等候父降临 父所应许的降临 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才能够得到能力 你们有了这个能力 你才有办法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为什么做主的见证 是需要被圣灵充满 什么叫做见证 见证的意思是什么 见证真正的意思不是单单说 我起来讲一个上帝在我身上见证 这个是见证 但是见证的意涵不是单单这样 见证是什么 就是让人看到 对不对 让人看到是看到什么东西 是荣耀还是不堪 所以见证的意思叫做能看 就是能看 见证的意思就是经得起看 可是看完了以后是什么 看完了以后你好伟大 拍拍手 那个不是见证 他说做谁的见证 做主的见证 所以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人看见你的时候 他是把荣耀归给主 当人看见你的时候 他很想要了解 你所信的上帝 他对他好奇了 因为你的见证 因为看见你 所以见证叫做能看 要经得起看 那这是什么 叫做生命的荣耀 为什么你生命会有荣耀 因为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 你就会有一种生命的能力 你就会有一种生命的能力 你的生命能力 是因为圣灵降临来的 因为你要去做主的见证 所以主要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 让你的生命是可以看的 让你的生命是经得起看的 那么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会产生第二个能力 叫做什么 步道的能力 就是福音的能力 所以圣灵的能力 就是福音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这个圣灵的充满 最重要所要带来的结果 其实就是福音能力的结果 你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一个经得起看 能够看可以见证上帝荣耀的生命 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福音的能力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全新颖里面 你还记得吗 我们最后一堂课带领大家做什么事 领受圣灵的更新 就是要让我们领受圣灵充满 就是要让我们领受方言 为什么 其实就是要让你们经历 圣灵的喜 让你们第一次经历 圣灵充满在你们的身上 让你们经历 圣灵从概念 成为又真又活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全新领 最重要的目的 另外 圣灵充满 也可以是什么意思 圣灵充满 也可以因为圣灵充满 就是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 那圣灵是不是上帝 上帝降临在你的身上 叫做什么 叫做圣指道 是不是圣指道 圣指道要干什么 接指 要跪下来 对不对 要接指 接完指以后呢 照着做 如果抗命怎么样 看头 不得了 感谢主 摸一下 还在不在头上 感谢主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 听主命令的人 对不对 我们都是被圣灵充满 领受圣灵的感动 并且顺服 圣灵的感动的门徒 然后主的恩典 圣灵的恩典 每天都与我们同在 来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真是应许 把圣灵 你这一位主上帝 赏赐给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力量 再一次 向你献上 极大的感恩 谢谢我的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Halleluj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